來了 今天要來試玩一款歌潮解壓 爽感一流 超適合你在日常通勤的閒暇遊戲《九重試煉》 遊戲類型是屬於Q版閒暇的動作遊戲 啊 咱們又可以來杜劫飛生啦 只是說這次杜劫的修練方式有點特別 道友們需要使用最強的角色搭配上法寶之後 和超過一千名以上的怪物同頻對戰 我們才可以杜劫飛生 然而我覺得這款遊戲最大的特別點是幾乎沒有什麼課金點 改成偶爾看一下廣告即可 讓你想花錢都沒有地方花 超適合沒有時間又不想課金的玩家 只需要無聊的時候隨時隨地來一場就好 那接下來就帶大家體驗一下 什麼叫做歌潮爽感的動作修憲遊戲《九重試煉》吧 那進入遊戲之後就來到這個主畫面 那我們在《九重試煉》裡面是扮演一名修憲者 所以我們會來介紹一下人物養成系統 包含角色修行跟工法 那我們身為修憲者也會攻擊 攻擊是使用法寶 所以會來介紹一下法寶系統 包含攻擊型法寶跟輔助型法寶 那我們身為修憲者也會有寵物就是零獸 這個零獸的話會實際在戰場上有一些功能 或是一些攻擊型的一些技能可以施放 等下都會來看一下 那全部介紹完成之後 我們會來實際再實戰一場 那實戰的話會來去打一下我們的《仙蹤祕境》 然後再打一下我們的《仙魔谷戰場》 最後的話會打一下我們的《五行試煉》 OK 那我們先從我們的人物角色開始介紹起 那這個遊戲的人物角色總共有九隻 那如果你有的話你可以隨時派上場 你要隨時做替換也是OK的 那人物他會有各自不同的一些技能 還有不同的初始法寶 然後還有本體跟化身 那小凡也是很多新手玩家一開始必選的一個角色 因為他的技能其實很實用 每升一級的時候所有傷害都會增加1% 彌補一些新手玩家 前期可能不太熟悉裝備所缺乏的一些傷害 那一般我們打試煉來說 一般等級大概都可以升到3-40級甚至更高 所以增強傷害3-40%來說其實是很實用的 新怪來說會比較快一點 彌補一些前期副本開荒的一些時間 那初始法寶的話是竹葉劍 化身的話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有 加屬性跟額外效果的一些實裝 像我們小凡的本體是長這樣子 但是他的化身就帥了 青雲劍仙 實裝有改變之外呢 他本身還有一些額外的一些效果 他等級1的時候可以召喚七星劍迴旋攻擊低的 然後還可以冰凍 那往上升的話傷害啊 或是攻擊範圍都會增加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個角色的話 你把化身搞到的話一定會更強 那化身的話也是需要收集的 然後你這邊也是可以去做升級 你可以拿銅幣可以來升級 那下一個角色的話是我覺得新手開局 最實用的一個角色呢 就是空海 如果你是很熟悉這個遊戲模式的話 那如果你有點課點小錢的話 空海會是你不錯的一個開局首選 最主要是他技能跟法寶都很強 來看一下 就是他的技能 法寶攻擊範圍會增加10% 死取範圍會增加50% 這個非常實用 死取範圍 除非你是零獸 那個老虎會幫你 會幫你採集你的那個經驗球 要不然你自己要去做取得的話 其實他的死取範圍很小 如果你的範圍增加的話 你的身體速度會變得比較快 你的法寶可以拿到比較多 那你經驗值啊 刷怪來說都會快非常的多 然後再來是他的法寶 他的必咬底 是一個範圍型的 持續輸出的一個武器 會比前面兩個單體輸出來說 高非常非常強 那他的化身來說其實也蠻帥的 這是他的本體嘛 空海 那他的仙域高升 就變得就跟唐三丈一樣 那角色介紹完之後呢 我們身為修仙者 我們就開始修行 那修行的話 這邊會有我們的等級 會有我們的修為 會有我們離線收益的一個效益 那如果你的銅錢夠的話 那你覺得你缺了一些修為的話 你也可以用銅錢去做增加 你可以長按 你看我們可以直接去買我們的那個修為 那修為到之後呢 到了這個門檻 我們就可以直接渡劫飛升 像我目前是傑丹進九重嘛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嘗試看看我們渡劫 我們看能不能渡劫到元英奇的一重 元英奇一重的情況之下 你只要渡劫每升過一次 我們的基礎屬性都會增加 生命啊 攻擊啊 防禦跟恢復 那這些增強的屬性呢 是所有角色都使用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我們每個角色要從頭列不用 我們所有的屬性都是通用的 那渡劫成功機率呢 可以看到這邊是92% 那如果你渡劫失敗的話 很尷尬 你的元神會受損 受損情況之下 你是不會得到修為的 那我們 元神恢復的時間因人而異 如果你的等級越來越高 你的元神恢復的時間會越來越長 所以如果你怕你會失敗的話 建議可以看一下廣告 那我們今天就來強制渡劫一下 8%的失敗機率應該不會那麼賽吧 那我們就來強制渡劫 金丹進 有了 哦呀升級有沒有 突破我們的元英異仇 那元英異仇突破之後呢 一樣也可以繼續突破 就像你的那個 修為超過你的那個門檻之後 一樣你可以一直突破 那突破完之後 如果你的修為不夠的話 看你是要用時間等 還是用銅幣買啊 都是ok的這樣子 你就可以一直突破 然後元英突破完之後 就可以再繼續往上突破 化神啊這些東西 好 這是我們修行的部分 角色選擇完就來修行 修行完之後呢 我們就來玩弓法 弓法有點像是這個遊戲的 被動技能啦 簡單說就是增強我們角色的一些能力 包含一些 技術屬性像傷害啊 防禦啊 生命 然後還有一些 額外的一些特殊效果 像比如說法寶的 心機冷卻時間 然後或者是一些體力的一些回復 然後一些攻擊範圍啊 攻擊速度 之外還有一些功能型的一些 備用技能 像比如說最大離線時間的一些修為 然後或者是一些速度啊 檢舉的一些範圍 然後經驗值的那個取得 好 這是人的部分 那人的部分介紹完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法寶的部分 這個遊戲的法寶 其實還蠻多種的 那一般法寶圖鑑是用階級來分啊 反品 那反品的話我們可以合成 這個遊戲的法寶是可以合成的 非常特別 等下我們實戰的時候可以實際合成一下 那我們法寶來說的話有分幾種 就是我們攻擊型法寶跟輔助型法寶 那一般我們最多就是各帶六個 那攻擊型的法寶的話 我們等級最高是四重 那輔助型法寶等級最高是三重 那只要你的攻擊型法寶等級到四重的時候 然後再跟相對應的輔助法寶 你可以合成超五啊 超五的話就是這個 先品法寶跟我們的魔品法寶 那這麼多法寶裡面我要怎麼選呢 所以我們等下會來介紹一下 攻擊型法寶的一個強度排行 大概推薦幾個 大概四五個主動攻擊型 非常強力的一些法寶 在你清怪的時候 你首選他的話 不知道選誰的話 你先選他 把他等級升高之後呢 然後你再去查我們的那個法寶合成表 然後再把他升級成我們的先品跟魔品的話 你清怪速度就會非常快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兩個我們這個 攻擊型法寶T0的一個存在 第一個就是龍牙弓 龍牙弓等下你會看到 隨機到隨機的發射 然後範圍性清怪非常非常強 四重的時候 你會看到你整個畫面 全部都是弓箭到處飛 我們龍牙弓 那第二個AOE的法寶的話 我會推薦金剛服 金剛服雖然說攻擊範圍不高 他是在你身邊一直旋轉 但是怪基本上完全碰不到你的身體 那他最主要還可以往上升 他會變成仙金剛服 超級強啊 這個仙金剛服 那除了這兩個之外呢 比較推薦的還有兩一環 兩一環他會丟出兩個旋轉的那個兩一環 然後攻擊範圍來說 雖然說沒有像這個龍牙弓那麼強 但是他攻擊的範圍其實還是蠻廣的 他丟出去的時候還會迴旋 然後還有這個昆仑扇 那這兩個東西其實也很實用 那這是法寶的部分 再來介紹一下寵物 寵物的話 最主要他實際上是真的有用的 那一般來說分成攻擊型跟功能型 那功能型的話 就像我們一開始送的 這個那個金色虎 金色虎最主要 他可以幫你吸收經驗值 等下打過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地板上會掉一堆的光圈 這些光圈就是經驗值的光圈 你要走過去之後你才能撿 那這個金色虎的話很方便 他會自己幫你撿 時間到的時候 他就自己幫你全部吸收 讓你的清怪速度會變得非常的快 那來推薦這三隻 我們稀有靈寵 就是我們的硬龍 竹龍 還有白蛇 這三隻 那等一下會用硬龍來去做一個打架的 實戰的一個展現 因為你會發現硬龍 輕快速度很快 傷害敵人 一個環狀衝擊波 這個東西輕微速度超級快 等一下會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真的很猛 然後再來是竹龍 隨機一樣會打傷害 然後也會有竹印 竹印的話 死亡的敵人會產生爆炸 這個東西其實也還不錯 如果你喜歡竹龍這個造型的話 也是OK的 然後再來是白蛇 它會有一個冰凍的環狀性衝擊波的光環 所以這三隻都是屬於稀有的一個靈寵 那看你個人喜歡 那靈寵節目介紹完啦 那我們就來實際打一場下吧 那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就是那個被動的技能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在一開始的時候 六個法寶就可以選一個 讓我們比較有優勢一點 那我們一般說都是先選主動型的法寶 那剛剛忘了介紹輔助型的法寶 輔助型法寶一般都是直接配合我們主動型法寶去做合成 唯獨兩個非常實用 一個是萬法界 一個是玄冰石 一個增強我們彈到數量 然後一個是減少我們CD時間 那如果那個的話可以直接單個做使用也是OK的 那我們就先選我們的玉雷服 然後這個遊戲攻擊很簡單 你只要移動就好了 你連攻擊都不用按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那個龍牙弓的攻擊力 有沒有看到 超級方便 範圍性法術用彈的 那這個的話有點像是彈幕遊戲啦 就是你要去躲怪 躲怪完之後呢 只要你升級 你就可以選法寶 一般來說都是三選一 不喜歡的話就刷新 那一般來說我們都是選昆仑扇啦 剛講過嘛 昆仑扇啊 龍牙弓啊 金剛服啊 鳳凰雪 跟那個玉雷服啊 這些東西 那我們選昆仑扇 然後你看到就是丟 丟扇子 範圍雖然說沒有像剛剛那麼高 但其實還是不錯的 那我們先把那個龍牙弓升起來 龍牙弓升起來 你會看到 你看這個東西 清怪速度超級快啦 你敢信 這個地板上有個寶箱 隨機的時候會出現寶箱跟補藥 然後你過去的時候呢 他會給你一些好物 然後會多給你一些法寶 又給我錢困帶 好 看到了沒 我們的玉雷服 是可以合成成魔玉雷服的 就是這個 剛剛講過了嘛 仙根魔 那如果你要去看法寶合成圖的話 可以去查一下表 像比如說我們的法寶合成圖 這個東西的話 下次可以介紹一下 法寶合成圖 就是我們的主動攻擊型法寶 跟輔助型法寶 可以合成成仙根魔的那個法寶 那我們剛剛看過就是我們的那個玉雷服 玉雷服的話 就可以升級成魔玉雷服 這個東西會變強 弱雷的時候會變成範圍性法術 我們來實際看一下 喔唷 紅雷有沒有看到 紅雷 他打的是那個紅色的雷啊 有沒有有沒有 紅色的雷 然後他是範圍性的 那選擇完之後呢 就打 啊我們剩98% 那等下王就會跑出來了 我們來看看妖王成什麼樣子 欸有補選的 啊就是綠色就補選 喔唷來了來了來了 哇秒殺 哇完全不是對手啊 啊 豬滅搞定 那打完之後呢 送你鑰匙 送你銅壁 然後送你妖丹 啊妖丹就剛剛就是可以去練妖狐 然後去拿到我們的那個林魄 那打完仙宗秘境之後呢 我們再打一下仙魔古戰場 那仙魔古戰場的話很簡單 就是看你要打仙跟隱 你自己可以先選一個陣容 那選完陣容之後呢 你就去打隔壁陣容的那個手禮 那我們是可以挑戰 極道仙尊的 啊我們就來玩一下 一樣 一樣也可以極選極 那我們先選 鳳凰學好了啊 剛剛之前沒選過 那我們今天用空海給大家展示一下 有沒有 上面是那個極道仙尊 然後這些都是boss 然後你看看到我的那個圈圈 啊這是我們那個 這是我們空海的招式 很強喔 不要看他這個東西 他這東西其實還蠻好用的 有人敢敢闖入此地 來來來來來來來 我們的那個 極道仙尊剛剛講話了 誰敢闖入此地 有 必咬敵仙有沒有 我們等一下 光環可以冰凍兩秒 我們來看一下 啊必咬敵仙 哇 我們不叫打怪 我們叫推怪 哦來了來了來了 哦哦哦哦 這個boss發招了 哇 啊怪有變強怪有變強 哇這個仙魔谷戰場比較強一點 來來來 鳳凰雪仙哦 啊我們來測試看看 什麼叫鳳凰雪仙 哇 好刺激啊 這個怪 哦呦 好 所以打完之後呢 他會跟你講你的傷害多少 然後一樣可以拿到藥單 好就這樣 那這就是我們的仙魔谷戰場 啊 最後最後我們就來玩一下我們的試煉 那試煉的話 因為是禮拜六 禮拜六的話有全開 那我們來展示一下水之試煉好了 啊給大家都展示一下 那一樣開局龍鴨公 啊龍鴨公是最方便的 那水之試煉好玩的 是頭上會有那個 就是我們在水裡啊 在水裡你需要呼吸 所以你需要這個光環 你要在這光環裡面 你的那個呼吸才能保持 如果你脫離的話 你就會開始缺氧 所以如果你 離開太遠的話 啊是不行 所以 每一個試煉有每一個試煉 自己獨到的一個那個玩法 那剛剛是水之試煉給大家展示一下 那我打一下 我從來沒有打過的好了 金之試煉 我是真的沒打過金之試煉 我們來展示一下 那 一樣有雨風扇 好 目前我們已經在金之試煉 目前是96%的狀態了 等下會打我們的金之試煉的王 啊妖王 來 昆仑扇魔 我們這一次 那我們現在是龍鴨公滿 這家昆仑扇魔 啊 你看 我們即使戰裝我們都會贏 有沒有 來來來 要王來要王來 喔這就是金之試煉的王 怎麼那麼像那個 怎麼那麼像一個貝殼 他那個王喔 那個像齒輪那個 一分為二 二分為四 四分為八 所以你看到這邊有一堆小齒輪啊 就是他的分身 然後我們會在這個 競技場 我們五芒星競技場裡面PK 所以你看我們的乾坤扇搭配他們龍鴨公 啊贏了 哇 豬滅 好搞定了 那送我們十個那個精靈石 那這個精靈石的話最主要是可以去我們的那個金之試煉 金之試煉這邊有個五行 那這邊的話都可以升級 啊我們這邊是 你可以選擇你的五行石頭 你都可以去升級你的一些屬性 那多把護石的話一樣 你可以丟你的石頭進去 然後他會增加一些額外屬性 金木水火土 然後這邊都有 那所以平常沒事的時候呢 如果你有體力的話 每天記得週末的時候來打一下 各個不同的一些屬性石啊 都會增加你的一些各式各樣的屬性 OK大概是這樣 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以上就是九重試煉的試玩體驗 整體玩下來的感覺 相當簡單又刺激 玩家可以在戰鬥間選擇多種法寶搭配來御敵 人物角色也有先魔化身任你選擇 再加上零獸的加成 邊打怪邊修煉相當有趣 沒時間的道友們也不用擔心 系統也設有放置掛機的功能 幫你離線也能鑽修為 屬於佛系修仙又輕鬆有趣的玩法 有興趣的玩家不妨下載嘗試一番吧